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今早出席電台節目時說 當局交代了接種疫苗的異常個案後 市民決定是否打針是小心了 表示港府探討吸引市民打針的誘因 例如容許已經接種疫苗的人去醫院又或者院舍探病又或者探訪等等 至於通關和恢復去海外等等的安排 就要等社會有更高的接種率才可以方便與對方商討 不過他就說接種疫苗的人數最近略有回升 近日有大概八成人有按預約的時間接種科興疫苗 九成多人有按預約去打復必泰疫苗 而政府昨日公布的數字就說 目前大概已經有三十萬四千一百名市民接種第一針疫苗 其中有二十一萬三千三百人是接種科興 大概九萬八百人是接種復必泰 對於英國阿斯利康疫苗近日在外地出現多種接種後的異常事故 陳肇始就說本港雖然已經與藥廠簽訂採購協議 但對方仍未在本港申請緊急使用 當局會密切留意情況 、「明日報告!」 請期望